水中素颜碳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蒸餐 我们每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食材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继续去红色革命老区 探寻火红的农产品 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嘉兴囊湖的游船上胜利闭幕 从此中国革命的新航船 从这里扬帆起航 如今的南湖也在飞速发展 清澈的南湖水孕育了 让老百姓们增收致富的特色小龙虾产业 哇那这得是多鲜的小龙虾 味道又如何呢 即使夏日炎炎 人们也抵挡不住大排档的诱惑 这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休闲方式 而大排档上能让人心甘情愿 放下手机双手并用的 当属小龙虾 而最近我们发现 除了人们常吃的几种小龙虾 有一种特别的口味正在成为 大排档上的新宠 简简单单的摆盘 这般清汤寡水 却占据了大家心中的一席之地 它究竟有什么魔力 可以在众多口味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家的青睐呢 干净比较放心 甜 非常的新鲜 有点发甜的那种感觉 又新鲜 这个又干净 正如大家所说 这白卓小龙虾 无论是吃着还是看着 都直观地与新鲜度挂钩 那么会不会白卓的小龙虾 要比其他的小龙虾 更加新鲜一些呢 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虾 和它这个十三腔的虾 是一样吗 一样的 全一样的 那是不是清洗的时候 比较费劲 要时间去拆 没有 水稍微清洗就可以了 不用别的步骤啊 不用别的步骤 只用水简单清洗的小龙虾 就可以如此干净 我们跟随大厨来到水池旁 确实如大厨所说 小龙虾只是经过了 反复几遍的冲洗 就连简单的刷子等清洁工具 都没有用啥 它们源头干净嘛 我们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源头干净 也就是说 送来的时候 小龙虾就已经如此干净了吗 我们准备等到进货的时候 一探究竟 您这是一个一个 这个挨个挑虾呀 对对对 我们要保证那个 每个龙虾的新鲜 还有个三白 如大厨所说 这刚进的小龙虾 看起来比较干净 新鲜 不过 它们口中所说的三白 又是什么意思呢 三白是什么 就是龙虾的那个肚子白 腮白 里面的肉白 那您这些虾都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大桥 大桥 对 你们可以去那里看看 新鲜干净的小龙虾是怎么养出来的 这里的小龙虾竟然金线死虾 了解了小龙虾三白的标准之后 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进行溯源 看看这新鲜干净的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 南湖区是革命红船的启航地 也是红船精神的发源地 诞生地 到达目的地之后 我们以为会看到成片的水塘 可没想到 却看到了几块小水池周围围了很多人 这是在做什么呢 你们现在这在做什么 我们在钓龙虾 钓小龙虾 一般钓鱼都要钓半天 这小龙虾能那么容易上钩吗 我们也准备一试 看看这靠钓的小龙虾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三白虾 这钓小龙虾也太容易了吧 可别说是三白虾了 这钓上来的小龙虾 几乎都是龙虾苗 连成熟的小龙虾都算不上 再看看周围 其他人钓上来的也不例外 就在此时 我们发现了一个人 他正好在像池子里 盗着小龙虾苗 这要盗 干嘛不盗点大的 是为了省钱吗 等等 等等 我看您 您这盗的都是小虾苗啊 是啊 这是小虾 这么多的这个小虾都放进去 那这不是欺负人吗 那大家钓的不都是这个小虾了吗 这种小虾一般我们都不收钱的 那这些小虾苗是哪来的 就是我们堂里抓上来的 大的跳出去 上要进市场了 小的就给它 放这里给游客们玩玩嘛 为啥不好好养着 要倒到这里面呢 不是有个魔咒嘛 我们最好还是把这种虾 抓上来就不要再放到大堂里 大堂里去了 我们和胡永生约好 第二天去他的养殖基地 一探究竟 胡永生的养殖基地 距离镇上不远 过去这里曾经是一片片稻田 自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村民们纷纷在合作社的指导下 开始水稻田的改造 实行稻虾轮作 收入也增加了三倍多 这是在分拣龙虾吗 对 我们这个龙虾抓上来 要分拣一下 小的挑出来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不好看 这个不要拍 这个不好看 这个不好看 我们还没有缓过神来 胡永生就一把 把我们摄像机挡掉了 难道说 那单独分拣出的小龙虾 有什么猫腻吗 我们借着交谈的时间 利用摄像机偷偷观察 结果却发现 被胡永生拦着不让拍的 竟然是死虾 这些死虾身体僵直 看起来不像是刚刚死掉的 这刚从池塘捞上来的小龙虾 按说应该各领各的新鲜 怎么会有那么多死的呢 往锤吊池里倒幼苗 养殖池捞上死虾 这胡永生养的小龙虾 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可是此时的胡永生 也是眉头紧皱 一副着急的样子 还没等我们来得及问 就又一次进到了养殖池 准备进行第二次捕捞 这一次还会不会有死虾呢 这一龙怎么样 这一龙不理想 还是有死虾 你看 这种虾又死掉了 那我看也不少啊 这一个往里边死掉 要死掉 死几只虾就不对了 问题就很严重 那是因为这个池塘不干净吗 不是 它不是池塘里不干净 这个虾就是要五月份 要容易死了 但是所有人都这样 还是就是您这儿啊 差不多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对 听胡永生一说 我们更加感到奇怪了 照胡永生的说法 那养小龙虾 岂不是亏大方了吗 您这一个糖 一天能起多少龙虾 这一个糖一天在七八百斤 能死多少呢 死十几斤吧 你有多少糖 我总共这边七个糖 七个糖口 那您每天这个死虾 也是要亏一部分了 不不 比其他糖没有的 就这一个糖里边 您说就是只有这一个糖 才有死的龙虾 对 我隔壁糖里就没有呀 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 我不信 不信我们去看 要有怎么办 有我请客 这怎么听 都不像是真的 胡永生 不会是在吹牛吧 这一次我们准备跟着胡永生 一起进到池塘中 因为是在这个水里 所以看不清楚 它到底有没有死虾 你这样看着呢 没有 没有 这个糖 它现在不会有死虾的 一 二 三 怎么样 这个虾很好 没有死的 我看它们都活蹦乱跳的 是啊 为什么我们一块儿捕的 那边就不行 这边就很好啊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两个糖它不一样 这就奇怪了 这两个糖明明是紧挨着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呀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发现 胡永生养的 正是我们要找的 高品质的三白虾 同样品种的小龙虾 养在不同的池塘里 一个正常 另一群却惊陷死虾 两个池塘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仔细想想 那些死虾 并不是上岸之后才死 而是在刚捞上来的地龙里 就发现了死亡现象 这么说 这个池塘 确实有些蹊跷 您这个真的不是水的问题啊 不是水的问题 你不会不敢承认吗 那你不要紧 现在就不是水的问题 听着胡永生 似乎有些支支吾吾的回答 我们更加重了怀疑 可他却告诉我们 要验证水是否有问题 十分简单 只需要三个步骤 就可以验证 你闻闻闻这个水 闻水 你看看你闻闻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是啊 水是一样的呀 如果你要水里闻出了味道了 这个虾就痒不好了 还一样 你可以去看得到 它的透明度 它的水透明度 你手放下去 你看看能看多少公分 所以一直可以看到 自己的手指 我们还有一种检测的方式 抓水 看看这个水爽不爽 您这每一个字 我都能听得懂 但是你把这个话连起来 我就听不懂了 就这样抓 然后呢 然后就是看看这个水爽不爽 看水爽不爽 对 水爽不爽呢 就是看看它的一个水的粘稠度 所以就是清爽 对 就好 对 但是有粘稠 就用水字不好了 我们通过这三个验证方法 对比了两个池塘 发现两个池塘中的水 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那为什么两个池塘中的小龙虾 有不同的状态呢 难不成是胡永生养殖的技术 有问题吗 那您这两个水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小龙虾品质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这个有宝贝啊 有宝贝 对 是什么宝贝 告诉你 等一下你自己去找 但是这个宝贝就是 你养这个虾特别好的原因 对 那这个三白虾也是跟它有关系 那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宝贝在哪啊 按上没有 按上没有的 在水里呢 对 等一下带你去找找看 这死虾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 怎么又多了一个宝贝 不过既然这个宝贝跟高品质的三白虾有关系 那我们准备先去寻宝 胡永生带着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看起来跟前两个并没有什么不同啊 这能将三白虾养好的宝贝 在哪呢 好 到了 下船了 这就到了 对 当心哦 好嘞 我来 当心 好 哎呦 当心 当心 这里面全都是淤泥 所以一脚塌就就 踩下去了啊 对 一只脚就陷进去了 当心 就差点就会摔倒了 当心 行 我可以 可以温吗 可以 那您说这个宝贝在哪呢 看到了吧 没看到啊 在水里边 在水里边 对 我这个捞的话 不会有小龙虾在下面夹我吧 不要紧的 没事的 这里小龙虾不多的 这里面小龙虾不多的 对 那这么大一片池塘 这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培养宝贝的呀 对 那你就是说这里面全是宝贝了 对啊 我必须要把胡说的宝贝 今天给捞上来 我试一下 真的没有小龙虾啊 你摸摸看 当心 当心啊 把你给捞上来了 这是您的宝贝吗 这不是 我捞了半天 然后那个水草还缠住我了 我还把水草断掉 专门捞上来的 这个不是宝贝 就是你拨出去的那个才是宝贝 你说哪一个 你刚才你不是说 我把那个东西给拨出去了吗 你说水草 水草是宝贝 对 站在水中 看得并不直观 我们用飞行器从高空看下来 才发现这个池塘的不同之处 一簇簇水草长在池塘中 可这看起来黑乎乎的水草 为什么会是胡永生的宝贝呢 它和养好高品质的三白虾 又有什么关系呢 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水很轻 这个水没有其他的意味 就要靠这个水草来进化 所以这个三白虾为什么塞很白 就是因为这个调节了这个水有的环境 对 也是它的耳料 它也要吃的 它吃的好 所以它的肉也好 对 吃的 那不会它跟这个肚子白也有关系吧 肚子白跟它很有关系啊 肚子白 肉白和水草有关 我们容易理解 可是三白小龙虾的腹白 又和宝贝水草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 同样的水 同样的小龙虾 还种着同样的水草 为什么其中一个池塘 还是会有死虾呢 胡永生说 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 只要帮他完成这一个任务 他就告诉我们答案 看 这个水草放在下面 放在水里 然后用这个铁锹 焯一点泥压上去 我还是第一次在水里焯泥 看能焯得住吧 一 二 三 焯到了吧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您来 我不相信 怎么能在水里边 把土铲出来呢 不可能 成片的水草种下去 我们的任务也完成得差不多了 这次该揭晓答案了吧 金线死虾的池塘 究竟是中了什么魔咒 就是抓虾抓得时间长了 抓时间长了呢 它有肌腱损伤 它这个虾就会有死亡 你看它这一层壳很硬啊 其实它外边是有一层保护膜的 碰了以后呢 它这个 它就这个壳上有伤啊 它这个 有些病菌啊 它就会 它就会转到里边去 它就容易生病 原来五月份是吃小龙虾的旺季 基本从这个月开始 就要每天不停地捕捞小龙虾 捕捞数量大 小龙虾便容易在地龙里 互相碰撞挤压 导致其受伤死亡 这也是为什么 不把捕捞上来的小龙虾苗 再放回池塘的原因 还没有长大的小龙虾 在地龙中更容易受到损伤 如果再放回池塘 容易使得其他小龙虾 也受到感染 从而导致大批小龙虾死亡 而之所以旁边的池塘 没有出现死虾现象 是因为池塘中的小龙虾 刚刚成熟 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捕捞期 为什么要在家 养那么一大盆龙虾呀 你看看这个龙虾 有没有跟其他的龙虾不一样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呀 你看一下 看看这个龙虾 我看一下 它看着颜色也一样 而且也是活的 你捏捏看 它这个龙虾 别的龙虾都是特别坚硬的 但是这只龙虾 我捏的这两边 它是软的 我一捏之后 它就塌下去了 是因为没有养好吗 不 这个养的很好 它是刚脱壳的 它水少多了 脱壳的频率就很快 越快 它这个虾的腹部就很白 这个软壳虾就多 就是它的架子就高 虽然有死虾的现象发生 但是这并不影响 胡永生养殖小龙虾的热忱 因为它养的小龙虾质量好 名声在外 所以很多人都上门求购 一直不愁卖 不光是它 村子里很多人也靠小龙虾 过上了越来越富裕的生活 胡说 那这几年靠这个养龙虾 这种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这几年 我们龙虾养好了 大家也来品尝龙虾了 也有民宿可以住了 也来旅游了 把这个村里给带起来 把我们整个农夫都给带起来 我们村还有一个赚钱的秘密基地 是什么 你把这个给提到 那个三个黄黄子那里 你就知道了 这不就是一桶吃完的龙虾壳吗 是啊 我们这个村有很多农户 就靠这个去赚钱 这小龙虾壳竟然还能赚钱 我们根据胡永生提供的地点 继续溯源 能赚钱的秘密基地是什么 吃剩的小龙虾壳竟然大有用处 走在路上我们发现 周围也陆陆续续有人提着头 难道大家都去同一个地方吗 没走多长时间 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果然 来到这儿的都是提着小龙虾壳的村民 大家都将小龙虾壳 倒进了集中摆放的两个塑料桶里 难道这是在回收厨余垃圾吗 我看很多人都把这个龙虾壳放到这里来 那是做这个厨余的这个垃圾处理吗 不是 不是垃圾回收 那么这些小龙虾壳究竟能做什么用呢 回收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到一位工作人员将小龙虾壳临进了屋子 这一间屋子里除了几台设备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跟随进去 发现工作人员并没有将回收的小龙虾壳处理掉 而是倒入水池进行清洗 这是做什么呢 清洗之后的小龙虾壳又被放进了一个大容器中 我们凑近一看 发现这是一台烘干机 清洗干净的小龙虾壳竟然还要进行烘干 这看起来并不是要将这些小龙虾壳处理掉啊 你们究竟用这个龙虾壳做什么 我们是用这个龙虾壳做吃的 用龙虾壳做吃的 是的 我们没有听错吧 这壳本来已经没什么肉了 怎么还可以做成食物呢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 就是您说可以吃的那个 对对对 一开始闻着没有什么味道 但我把脸塞进去之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肉松味 是的 然后我们加上那个黄油还有鸡蛋可以做成更好吃的 哦 它不是这么吃 它是要再加工一下的是吗 对的 对的 虽然我们还是不太敢相信 但是眼见为实 在隔壁屋 我们见识到了用小龙虾壳做成的食物 你们做的这个是饼干 是饼干 闻的感觉像是咸口的 是的 他为什么老人总好叫啊 感觉我和你抢了他吃的一样 是你抢了他的吃的 你抢了他的吃的 这不会是宠物名单吧 对啊 是宠物名单 虽然我们的编导闹了个大笑话 但是就在跟大家伙接触的短短时间里 我们却深刻感受到 高品质的小龙虾 让村民们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目前胡永生养殖的小龙虾 一年总产值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 村民们从养殖小龙虾 到开启了小龙虾垂钓园农家乐 再到小龙虾壳的回收利用 相关文创产品开发 已经逐步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本次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出发 跨越1200多公里 来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我们一路探寻小龙虾的秘密 通过溯源我们了解了 在嘉兴市南湖区 一只只小龙虾的背后 是一个长长的产业链 这里面不是单单一个人 一个家庭的付出和努力 而是大家伙齐心协力的成果 从最初产业转型 人们开始采用稻虾轮座养殖模式 到后来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不仅大家伙的钱包鼓了起来 村庄也变得更加美丽了 南湖因水而兴 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在过去一艘红色画坊 孕育了革命的希望 如今人们靠着清澈的南湖水 增收致富 红船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红船批波形 精神聚人心 红船精神也时刻提醒着 我们所有人 坚守初心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